中校桥引桥拆除工程 日前在700多位的人员努力下 已在农历年前拆除 不但让隐藏在桥墩内的古蹟北门重建光明 同时整体的景观也比起中校桥横跨上方时更显迷人 因此公务局决定举办北门风华在线摄影比赛 广腰摄影好手参加 我们这个北门的这个山景仓库的这个天里的问题也很多意见 但是我们相信说透过这种公共工程的透明参与 事先的规划以及公民能够发表意见的时候 这个抗争会越来越少 都必须在一千万话数以上 然后必须从你的八成设计证照片 未曾公开发表 或者说你要把底片 就是说你也可以用传统相机照 你把底片或原始数位党都要提供给我们 公务局指出日前在中校桥影桥拆除前置作业以及拆除期间 现场已经有许多的民众用影像记录下这珍贵的历史过程 因此这次的摄影比赛将选取中校桥影桥拆除前中后各时期影像 所代表着不同的时空意义还有美感的杰作 让首奖五万元将搬出三面的金牌价 我们会在从三月十五号到四月十五号会收件 那会在这个期间收件主要是因为刚好这段期间 都要有连续价值 包括可能从今天开始就是二二八年假 所以我们会在这个期间去收件 然后我们会请参赛者呢 把你的信号的照片 那会寄到我们 本次的北投风华在线摄影比赛 公务局将邀请专业人员进行评选 也借此成为公民参与方式 来庆祝被隐末已久的北门 有兴趣报名参加比赛的民众 可上公务局网站查看更多的相关讯息 记者刘德宇采访报导 中佳有线电视 熊精彩